網路版有英文喔 訂閱按鍵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大獎 還有最新最好看的 這改得定 來喔 漂亮喔 哇 好舒服喔 撐著 撐著 太美 太美 太美了 好累 這個大概要貝130斤啦 兩位 兩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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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回去休息 我抓到 我抓到 我認識你了 我好累死耶 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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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節目好情很差耶 快點 風光明媚的好天氣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展開我們今天這一趟旅程 最完美的開始 你看天氣這麼好 陽光這麼荷許 然後微微的風這樣吹著又涼爽 我們李姨已經準備 用另外一個視角 看著我們外澳這個 下面其實就是烏石港 大家很常來這邊衝浪啊 來這邊海邊玩啊 或在這邊這個咖啡廳啊 看著海邊 看著龜山島 你就是不要做不要跳 好 腳踩不到地沒有路了 飛起來還是一直跑 好 就跑而已 好 很難跑喔 很重 一開始很重 好辣喔 好可怕喔 你應該不會緊張啦 可以喔 我可以 要飛高一點 我跑步 就有點擔心而已 你不要擔心 先往前請跑步 看前面 好 看前面 1 2 3 你怎麼都難跑 太難跑 太難跑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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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禮藝集是滿輕的 一出去以後瞬間又被往上帶 今天風很大對不對 好舒服喔 我之前我記得我之前玩的時候 風沒那麼大 有風可是沒這麼大 對 因為今天太陽太陽很大 所以你有點風的話 我會覺得超級 這裡超漂亮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超級漂亮 我真的看出去的景色 100分 你看 龜山島今天景色是不是算很好 我會覺得老視也很遼闊 有點 還是有霧一點 你說輕一點 比較漂亮 好舒服喔 我要山圈是不是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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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麼光 欸這有一種地心引力的感覺欸 身體往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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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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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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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了 停了 不用怕 第一站帶你從不同視角 玩風宜蘭 大膽從高空俯瞰美麗世界 無邊界大海就在眼前 這樣的開局 是不是讓人有著不一樣的期待呢 這次我們就用超chill的態度 給你超放鬆的旅行 今天教練 今天這個天氣其實算是不錯對不對 風啊 太陽啊 天氣狀況的話很好 對 但是目前的風的話 風向上是東北 東北風 然後 不好嗎 稍微大一點點 那東北風 風太大 對… 那東北風對我們來說的話 對我們來說的話 比較不是很優的風向 我們最優的風向的話 是在於東風跟東南風這樣 北部地區的話 飛行季節的話 是在四月到十月 四到十月 然後狀況最好的情況之下 狀況最好的情況之下 是六七八三個月 一樣是接近暑假這段時間 是最好的嗎 對對對 因為八月過後 九月的話開始 可能會有颱風 對 然後可能又銜接了那個 東北氣風 對 那六月七月八月的話 是非常穩定 就每個月有效可以飛行的時間 是最多的 對 是 好 好 嗚呼 嗚呼 很基本的來 好 扭一下子下去 好 可以 你的左右手 就能克制旁台聲 好 漂亮喔 好舒服 出去算順耶 剛才 對 你的動作配合度算是相當的好 但有些是伸手也敏捷 所以就相對容易 教練我好喜歡你講話 哈哈哈 真的 真的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有可能 玩過了 他就直接 就往後走跌倒了 喔 就直接探索啦 就是不一樣的情況 都會有辦法 寫 寫個算式 寫個算式 幾乘幾 等於多少 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啊 寫個算式 好 好 下來叫他解答 好 我寫世界第一等 我現在在寫字 你知道 小剛得要飛下來 就給他一個 你寫完 他這裡都已經到了 對啊 我的世界字 我就寫很久啊 我寫世界 我幫你寫 我幫你寫一 好 四 寫 我寫 No 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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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耶 然後我在這邊再寫一個算式 看他有沒有辦法算出的算式 五十 五十 三 夾 你這樣 餅 走 我 啊 小先 有 等一下 有 我 對啊 嘿 兄弟 你這個靠西 還要教練跟你說 躺在高 翻跟斗持路 翻跟斗持路 我是被往後 就拉到翻跟斗 這樣正常嗎 教練 翻跟斗持路 太專注於回答他的答案 跟他講話 我才專注在 這個節目拍攝了 所以我到底說 他在低空的時候 我還在想看什麼東西 因為我本身就是不怕高 我特別 可是我反而有點喜歡高 所以從高的地方 這樣看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 好高喔 好開心 好高喔 畢竟我人生就是一直在往上爬 我會站在這邊 最高的地方 他真的要一直在 在這邊 這是什麼理論 為什麼我們是 我應該不是在上面這樣看著你 想說 欸 還沒上來啊 就是喜歡一直往高處 我要 我給你 往上 欸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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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五 四 五 三加三 四是多少 八 七啊 八 七 好啦 人生的路自己走 我就不打擾你繼續慢慢爬 我個人則是要快快前進 繼續下一站的旅程 這次放鬆做自己 我打聽到在宜蘭礁溪 有一間海釣場 可以體驗釣巨無霸的龍膽石斑 看到這個環境 其實大家已經已經非常熟悉 因為第一等我們常常 採雞捕撈啊 釣魚啊 東抓西抓 都會來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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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想李懿已經來節目一段時間了 對不對 你現在已經不是新手了 新手什麼離我很遠啊 離你很遠了是不是 就是我常放下去 下次就會有魚 但小剛都要過很久 這是我比較佔優勢的一個趴 沒關係啦 就新手運 他自己剛才都講新手已經離他很遠了 所以這個孕還有沒有 不知道 我們今天比較不一樣 大家今天看到這個池 這個池大家非常熟悉 就是養殖池 但是給人家釣魚的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 不是只是來釣魚 我們今天有特殊玩法 有特殊玩法 等一下再讓你知道 我們先請出我們這個場主 好不好 好 請 來… 搞讚… 你好… 老闆 先介紹一下 你這個魚池好不好 你這裡面都有些什麼魚 比較基本的就是龍膽石斑 龍膽石斑 對 龍膽石斑 多大 最大的大概是62斤 有62斤 62斤 你要確定 62斤 你有看過他本人嗎 有啊 有… 有放的啊 你怎麼懷疑人家老闆 我心想說也太大了吧 62斤 你還覺得上一次那個 我們連30斤那個 都還釣不起來 對啊 釣不起來 62 62斤 基本30斤 基本是30斤 30我就很難拉了耶 30斤 不要… 不要滅自己志氣好不好 你們今天你們來了 一個小時內我們比重量 比總重量 好 那贏了有什麼 有什麼 就把我今天的彩晶 給你們當成加菜金 哎唷 加菜金 好不好 彩晶多少先比方便 彩晶在那邊 目前的話是2萬 2萬 2萬塊 他可以去吃… 去吃櫻桃鴨耶 可以吃櫻桃鴨 可以吃滿滿的一整桌 拼了… 哇 這個不得了 好厲害耶 說到高額加菜金 我怎麼可以不參戰呢 這間海釣場的人氣超火爆 常常吸引各地的釣客來朝聖 釣客江湖傳說中 這裡無論年紀與經驗 只要到了這裡 保證你絕對收穫滿滿 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叫什麼名字 我是小鼎 小鼎喔 哪個鼎 鼎泰豐的鼎 鼎泰豐的鼎 有長期喔 漂亮喔 有長期喔 幾歲 11歲 11歲 那這位小名女 我叫Peggy 哪個Peggy Peggy 你還問叫人家Peggy 你還問叫人家Peggy 我想問哪個Peggy 我想問哪個Peggy 來講一下那個幾歲 13 13歲 大兩歲… 你的戰績如何 你在這邊戰績 就講這一詞就好了 62斤 或是… 你就是釣62斤的那個 你釣過那個 你看過牠本魚 有 你確定嗎 不是62斤了 有62斤 有62斤 62斤 哇塞 你一個人沒有人倒茶缸 爸爸媽媽幫你拉的吧 沒有啊 你自己拉 你這樣拉了多久 3分多吧 你3分多鐘把62斤拉上來 你這是什麼時間 美國時間吧 你比小剛格格力好多喔 我的天啊 那換你 你在這一池 釣過最好的戰績 也是62斤 你也是釣62斤 有 多久拉上來 拉上來還是你自己拉上來 我自己拉上來 你自己拉上來的 對 你這樣多久拉上來 我 九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 我聽到牠說五分鐘了 不好意思 我們三分鐘 劣勝一籌 現在開釣前 其實基本上牠們的 這個釣場都有準備這個 豬家魚 對 都有準備 所以妹妹妳就是用 牠們釣場準備的 豬家魚 直接用 對 牠說有釣的快 會帶螃蟹啊 會帶一些其他的東西來釣 可以自己帶 帶耳來這樣釣 妳已經有準備自己的了嗎 沒有 沒有 妳有準備自己的了嗎 我有準備 唉唷 唉唷 可以武器 唉唷 可以這樣 這一箱是 這一箱是 我幫你拿 好 我以為這箱是你要拿來冰魚用的 打開 哇 哇 像蝦子耶 可以拿起來看一下嗎 拿一隻出來看一下 而且是活蝦 哇 這看起來好好吃 我們先汆燙好不好 這跟我昨天吃的大小差不多耶 這個是你平常釣的時候 比較習慣用的是不是 對 比較喜歡用的貨額 對 所以除了蝦以外 你還會準備什麼樣的貨額 有時候會用螃蟹 螃蟹 我還跟你剛才講 螃蟹是哪一種 是 毛蟹 這麼高級啊 這麼好吃 用毛蟹釣啊 而且現在是螃蟹季節 對 準備已經螃蟹季節了 應該很好準備 對 一出手就讓人貪圍觀直 竟然用這麼高級的耳來釣魚 這樣會不會太傷本啦 當然兩位小釣手的釣魚 都滿久辣 不僅經驗老道 而且成績輝煌 果然不出所料 一開始就有好消息傳來 終於啦 終於啦 對面也中了 這太快了吧 大隻 大隻 你自己估計這一隻 這一尾大概 有十斤是不是 體型上看起來差不多 我 終於了 很大 我看一下木色 十幾 沒有 可能要有個三十吧 這種三十斤吧 沒有啊 雞氣超大 好了 現在是1比1了 他們也驕傲不了多久啊 才驕傲了3秒而已 很累耶 你幫我看著我的吊槓 下高飛出去啊 沒... 吊槓好嗎 等一下 不是... 這是最小的 這最小 這是裡面最小的嗎 這超大的 你跟我說最小 老闆 你真的不要這樣玩 1 2 3 30幾 35 35 那隻大概25而已 快 快 老闆 你慢著 來 你確定嗎 沒有吧 這隻我看有45喔 沒有 沒有 這一隻20斤 20斤 看那隻有35斤喔 沒有 20斤 沒關係啦 第一尾而已 真的 你趕快 你趕快 我真的有點乾拜下風 不到10分鐘的時間 這兩位小釣手就接連中魚 各位朋友拼拼你 我是不是遇到 傳說中的爵士高手 小小年紀竟然這麼猛 你可不可以生中魚了 你興奮一點 你喊大聲一點 我都要打開一個耳朵 才會知道摸摸中魚 他剛剛第一隻在旁邊說 我中魚了 我中魚了 中魚了 中魚了 你叫大聲一點 你一個人要怎麼拉 我把他放 我把他放上去喔 我看一下幾斤 我把我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 我看幾斤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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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小哥 釣不到 先回飯店沒關係 你休息 我們來就好了 OK的 好吵喔 怎麼會有人釣魚這麼吵 釣魚要安靜 對不對 對啊 吵死了 享受這個悠閒的過程好不好 好吵 好吵 你看 他都講那麼小聲 我不是說你這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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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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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要幫忙嗎 不要 你有看到嗎 他把那個浮標拿掉了 因為他剛剛跟我說 他想要釣母底的 他想要釣水子的 結果他浮標拿掉之後 然後就開始狂釣魚耶 不到20分鐘 對啊 不到20分鐘 我們釣了三隻 太大隻了 超大隻了 他說很大隻 他說超大隻了 哇 吃什麼 吃什麼怪物的感覺 天啊 死 好大 好肥 太肥了吧 我的天啊 太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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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乎幾乎 我來嗎 來 滿大隻的 我來我來 我來幫忙 他不可以 你怎麼會有一個射力給我 我都不開地了 快快快 不要碎 再一次 好刺激喔 這應該有 這好刺激喔 看自己的 對 有了 超大 超大 妳自己看看 還不可以跟我的腿一樣 太大了吧 一分五 差不多 妳不要 我每一隻掉上來 妳都說幾分塊 妳看它更大的 比妳重了妳更大 老闆 有比妳更重了 妳給我一點信心 我一跳到現在都還沒跳到 妳跟我說這幾分塊 好 我要蹭一下對不對 我來 我們一起排上一二 一二三 四十應該有 差不多 差不多 三十三 欸 怎麼辦 我現在有點生存焦慮 我好歹也是闖蕩世界漁場的男人 怎麼樣也不可以輸給這兩位小釣手 握頭看了一下李懿笨拙的身手 幸好有他當墊背 這樣至少不會太丟臉 我中魚了… 我中魚了… 我… 我跟你們說 斧標拿掉真的有用 我把斧標拿掉 然後在這邊待個一下 我就中魚了 對 好 慢慢 來喔 可以喔 這個尾巴可以 大隻喔 大隻… 這個大概被一百三十斤了 兩尾… 兩尾… 兩尾啊… 兩尾啊 不要回去休息 網路版有英文喔 低點按鈕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大獎 還有最新最好看的 世界北店 我跟你們說 斧標拿掉真的有用 我把斧標拿掉 然後在這邊待個一下 我就中魚了 慢慢… 有… 好重喔 妹 我要怎麼辦 妹… 慢慢拉 慢慢拉 好 趁它鬆懈了一下 再拉對不對 有… 我感覺它有點微鬆懈 根子往高 往上 對… 對… 不然回來 現在差不多在中間 在中間… 在中間… 它差不多衝出去了 我好像慢慢拖回來 我看到它分人了 來… 來… 可以啊… 來… 它在衝的時候不要撿 好… 不要撿 然後放低 幹事放低 捲三圈 好 慢慢抬高 它在衝的時候不要撿 好 撐著… 撐著… 好 幹事放低 再捲三圈 好 來… 來… 撐著… 我肚子… 我肚子跑掉 好…來… 我肚子… 怎麼會回上汗 這個大概三四隻 沒有… 你確定 好…來… 我看起來好像… 捲三圈 來… 拆高 拚了 沒有我拉 真的喔 我幫你跳下去 捲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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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 拉貌 褲子一直用扣 褲子的力量快點 拆高 好… 我好累喔 好… 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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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我好累 好…來… 行… 好大支 撐著… 有壞 這好大支 手跑酸 怎麼回事 老闆不能放小一點的魚在池池裡嗎 肥條都那麼大 我今天運動量夠了 我晚上要吃火鍋 好重 蹭一下 蹭直勒 這伸步差有多少 大概20而已 為什麼要20我就脫著 鑰匙要脫 多少 快 多少 20 20 23 好 23 為什麼這麼累 你又62要怎麼脫上來的 我的老天鵝 這究竟是什麼情況 我完全不敢置信 就連李懿都中魚 沒有關係 我安慰我自己 這次走的是超chill 放鬆的路線 輸贏不重要 加菜筋不重要 弟弟啊 只能靠你多抓幾條魚啦 加油 可以喔 這個尾巴可以 大隻喔 大隻大隻 這個大概要被130斤了 應該有 還是兩尾 小心喔 兩尾耶 看一下好厲害喔 一勾勾到嗎 還是有勾到底部那個 一勾勾到 一勾勾到 一勾勾到底部 兩尾... 兩尾... 兩尾啊... 兩尾... 兩尾啊 不要回去休息 回去休息沒有關係 多高 斷了一個 小心喔 這斷了 這一個就到了 來... 可惜... 這一個是他幹什麼 兩隻都全掉了 這麼小 兩隻都掉了 準備 沒關係 我們畫沒有拍到 真的有重兩尾 大家脫勾真的是沒辦法 我們重量 一尾就計50斤就好 自己講 沒有啦 可惜 真的可惜 那我們來公布一下 先公布我們這一組 我們這一組 20斤 20... 沒有吧 20... 我們那兩尾沒有... 誰擠那一條嗎 尾巴 好 我們只有中一尾啦 20斤 而且是比比重 我一尾 我從頭到尾 連個咬都沒有 那他們那一組多少 109斤 109斤 聽從家聽的 好開心... 好厲害 真的很厲害 還在聽 我的新手藝想不到還在 沒事... 你們都老手 我有新手藝 我在吊戒大概才... 吊戒 你好一直聲音在吊戒 吊戒大概才半年的資歷 好不好 跟麻將一樣有新手運的 好不好 沒事... 等一下我們還是有好吃的東西 可以吃 有 好不好 萬萬想不到我成為最大豬隊友 拱手把加菜金送給李懿他們了 不過豪氣的老闆 看在我們那麼奮力比拼的份上 他決定加碼一尾龍膽師斑給我們 因此話不多說 立馬手刀衝去伊蘭最火紅的 烤漁民店 請老闆幫忙代客料理 餓很久 餓很久 你看兩個小朋友眼神都已經餓到 已經睡一輪了 對... 我跟他打電動已經打了好幾回了 但因為這個生意太好了 而且吃飯時間 所以人... 對 人客一直來 大家知道來Windy 就是非常有名吃的烤盆 但這邊其實也可以代客料理 可以 對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剛才那個龍膽 拿了一隻小隻一點 今天這兩種吃法吃吃看好不好 好 我們這邊的代客料理好 好 來 直接吃 直接吃 怎麼樣 好香喔 是不是因為太餓了 這個皮有夠Q 然後它的肉汁是非常的靈質的 好吃 它雖然很緊實 可是我覺得算細緻喔 然後它的魚肉很厚 你完全可以吃到那個皮的那個口感 發脆 但是龍膽 基本上拿起來活的嘛 是活的 直接處理 所以它這個怎麼弄啊 都好吃 對 你看它的皮 海鮮就是新鮮就對了 新鮮就好 因為他們這邊料理的方式 其實手法很厲害 對 來 魚開好了 要... 剛烤好的 對... 燙燙燙燙... 而且你們這個鹽分跟魚的鮮度 剛剛好 剛剛好 真的是很厲害 你看 感覺不會乾喔 這個用鹽巴包這個 它的... 甜度它會... 對... 它還會... 我這一塊會... 給你了 沒有事 那一塊是沒有事的 我要吃這個 很甜 你這個好甜喔 這個... 你們烤可以... 烤到... 這麼好... 觀念就算鹽烤 沒有這麼嫩 這麼好吃 這麼JUMP 因為它最主要的是鹽巴要夠... 夠厚 然後... 夠厚 對... 對... 它因為受熱之後 水蒸氣會往下滴 所以它不會流失掉 就是有一個內蜀環的 對... 然後把所有的那個水分啊 油脂啊都只收在那邊 所以它的... 吃起來特別濕 對 甜 然後濕 好棒 品嘗了宜蘭在地的美食後 既然這次走秋放風路線 想走就走 我們決定整組人殺到宜蘭版的 波浪大道來看看美景散散步 體驗一下最舒服的旅行節奏 今天這樣騎起來非常的舒服 好舒服 對啊 涼涼的 然後天氣就是有點陰陰的 涼涼的 也不曬 對 然後有點風 然後四周都綠油油一片 心情很好 心情很開闊 但其實這邊教授 我們暱稱為宜蘭的波浪大道 是 它這邊叫三崎美晉 因為它像波浪大道 它是一條橫壁直的大道 很好奇 對 但它這邊美晉 就是彎彎曲曲的 它有很多小徑 你可以延伸進去看到 不同的風景景色的感覺 每個人拍出來的照片 都會是不一樣的角度 對… 就是每一個季節 你看到會是不同的景色 對 有黃有綠 對 都不同的顏色 然後你彎到每個地方 其實感覺都不一樣 而且你知道群山環繞 我這樣望過去 一座一座的山 你就會覺得 四野很棒 心動神移 對 五六月稻田收割前 一整片的黃金稻穗 吸引著許多遊客慕名前來 這裡也會舉辦熱氣球 與稻田彩繪 是宜蘭必遊景點之一 散步完後 我們打聽到隱藏在宜蘭裡面 有一個米其林主廚 御用的高級食材 開玩笑 當然要去給他朝聖一下囉 這次帶你來高級的 高級的 米其林專用食材 米其林專用 不太熟了吧 米其林我真的是超級不熟 你說它的食材是 專供米其林的 鄭大哥 大哥好 鄭大哥好 你好 介紹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實在 我只知道它是米其林專用的 是 米其林專用 那一般你比方說像你在這邊宜蘭 這麼多美食 在地小吃都沒有機會 都沒有 加進去 真的假的 沒辦法 因為價格比較貴 你說魚本身的價格比較貴 因為我們要養 就是養到它成熟 最好吃的時候再出貨 那最好吃的時候要九魚 我的媽 這個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魚啊 它就是來自澳洲的 墨瑞雪 就雪魚嘛 雪魚對不對 雪魚 雪魚吃很多 墨瑞雪 最高級的雪魚 哥林安雪 圓雪 真正的圓雪 圓雪 高級層梯常吃 我也是有在走跳那些 對啊 真的哪有到那麼誇張 墨瑞雪怎麼了嗎 有 吃吃看就知道 蝦咪啊 一鮪魚要養九年 這會不會太燒錢啊 而且老闆說 這鮪魚有一個特色 那就是不同年份 吃起來有不同的風味 我超期待的 待會兒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 這位天選之魚 它很像石斑的長相耶 你要不要用什麼 我就是在想 等一下 為什麼它長得 這麼像石斑 你確定它不是石斑魚 是屬雪魚嗎 老闆 你是不是拿石斑來 就是跟我們說它是墨瑞雪 真的… 還是它學名叫雪魚 但實際是石斑種 老闆 你真的拿石斑來 我們也分不出來喔 這根本就像石斑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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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讓它冷靜一下… 我們讓它冷靜一下 我抓到… 我抓到… 我覺得你是在地上 哇塞雪 哇…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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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節目好情很差耶 網路版有英文喔 滴滴按鈕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大獎 還有最新最好看的 世界大電影 哇塞… 哇塞… 老闆太突然了 你為什麼…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等一下… 我們讓它冷靜一下… 我們先讓它冷靜一下 老闆 你不要做我們要天的時候 大哥你 不要放進中的魚好不好 我靠近一點喔 太突然了吧 我讓它冷靜一點喔 冷靜 乖… 它這個… 你看它這個顏色 像不像石斑魚 它是漸層的 像不像 對 然後那個斑尾也很像 它這個點 你說它是末瑞雪魚 是 可是你這是淡水呢 它自己在野外的環境 大概十幾萬年 就年化成淡水 原本是海裡的 它頭的那個前方有個 白白像被TFG一樣 這個是光榮的硬性 打架 什麼意思叫光榮 它打架 對 凡子季也會打架 就會留下這種 交配的時候公魚跟公魚打架 公魚搶女生 對 搶女朋友就這樣 所以它是對撞 對撞的方式 直接往它頭上咬下去 真的啊 這麼兇 然後以後咬得不放 就 對 咬得不放 然後怎麼辦 我都要拿棍子去縮它 不然就咬了十分鐘 還在一旁 就這樣咬下去 就把另外一方弄死就對了 不會弄死就是咬 看誰先放 誰先放棄而已 這隻大概幾歲 這個應該是八歲 八歲了 然後還好 接近完美 差一年而已 這條我要買走 我輕輕的 再養一年就可以吃了 這個大概 我猜有個十五二十斤 有 我看看晃它 感覺讓它像在水裡 有沒有 你很厲害 真的 因為我要讓它晃 要再游 你很厲害 不錯 你真的很厲害 很游泳 它都沒有認真 它嘴巴跟眼睛還滿開的 公的 因為它是公的 很像狗狗有沒有 自己覺得自己在游 狗的要看看 我們在水裡 我們在水裡 你看看它真的 真的那個眼睛跟那個嘴唇 很像 真的很像 就不像淡水魚 像海魚 最大隻 最大隻183公尺 你說你們常理嗎 沒有 就在河裡 澳洲鼓勞 捕獲野生的 你小方高 對啊 然後重量也比不重很多 李懿啊 你也太強了吧 愛群聚鬥毆的兇猛莫瑞雪 連老闆都要常常分馳飼養 你竟然讓牠乖乖聽話 這可是世界最大的淡水魚之一耶 就連壽命也有70年這麼長 你放尊重點 牠可是爺爺級的魚 這就是魚的溜滑梯 我們現在算移池嘛對不對 對啊 移到斜對面那一池 對 直接滑過去 對啊 我們魚很乖 是因為牠們常常做溜滑梯 所以我剛剛這樣子咬 搞不好他就覺得在玩溜滑梯 有 在會點溜滑梯 可能是 所以那我們現在是要 現在抓是用你們都怎麼抓 用手抓 用手抓 是嗎 你以為以為抓 牠很大隻耶 其實有用網子抓 牠用手抓也是 是以前沒工具的時候用手抓 沒有 要展現技術的時候 技術啦 展現技術 你剛剛 你剛剛差點 對不對 差一點把它抓起來 我剛剛有整個抓起來 要不是溜滑梯還沒好 我就是第一個成功的 阿電話就是我們抓到這裡 然後直接一起打一道過去 對 這樣可能比較 你只想辦法把它抓起來 對 比較難的是抓起來 對 你要不要把牠子抓 要不要把牠子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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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手抓 還好 只要先堵到牠嘴巴 太厲害了 哇 哇 等一下 這次很大 這次很大事 你要小心 等一下 我先讓牠冷靜一下 好 好 你過來 不行… 好 先這樣子… 太大了 真的鼓勵我 對 為什麼牠叫什麼 喂 怎麼… 快… 這個還是要用籃子撈台 有可能把它放上去 你們節目後勤很差耶 怎麼都沒有來接完 我覺得撈台我們還是要用籃子 不然光抱要這樣上去 就不太可能 對 你們為什麼不用這樣 一往一往 快點… 我抓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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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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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我覺得… 你知道那個… 有什麼意義嗎 大姐剛剛在跟你示範 是… 你知道一個時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趕快一點 好… 我知道好像我會小心 我抓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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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出來是有這麼寬闊的 裡面的空氣很大耶 對啊 寬闊感十足 對 而且它很深 對 也高 也高 有挑高 我好痛喔 我好痛 它超有力的耶 我的天啊 費了一番功夫 才終於將它們移持成功 不過鄭老闆也說 除了澳洲原產地外 墨瑞雪本來就很挑剔生長環境 所以它費了十多年 才在台灣成功賦予墨瑞雪 我會不會倒出魚苗啊 欸 脫條都會有水深耶 我會不會倒出魚苗啊 哈哈哈哈 其實 其實裡面 我們魚苗長生大概十分鐘 欸 還有喔 還有喔 沒有 這邊還有 人家青蛙裝是防水 我青蛙裝 它是罐子耶 我是蓄水好不好 你 蓄水池耶 我裡面是蓄水池好不好 你什麼 還是乾的 好乾喔 欸 我好濕 謝謝 而且我離你外外都濕耶 我傻眼耶 人家青蛙裝防水 然後你青蛙裝穿跟美穿一樣 好啦... 看在你這麼敬業又辛苦的份上 待會兒的料理就多分你一點 用時間慢養換來的食材 鄭老闆說只要簡簡單單料理 就能呈現最棒的美味 墨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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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吃 三吃清蒸 因為這算一樣的嘛 對 然後炸的烤的 這是炸的 這是煎的 煎的 那氣炸鍋 氣炸鍋也可以喔 好健康喔 然後這輪切嘛 對輪切 就是一樣只是清蒸 對 就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煮法 不同的方向 不同部位啦 很大一塊 你看我這樣夾喔 它不會散 緊實... 真的 很鮮... 你怎麼過來吃 這麼奢侈 一定要奢侈的啊 快吃 快吃 整塊下去 真的好好吃喔 那會有一點淡淡蟹糟的味道 一點點 它完全不輸圓血 你可以吃到這個魚肉 竟然是有彈性的耶 它是有口感的 不是一下就散開的那種 對 因為一般我們魚肉不會 那麼一下吃那麼大塊 對 都是吃這樣子 小小的一點吃進去 你感受不到它的彈性 可是它有耶 然後它... 它也是吃進去之後 它是屬於越嚼越清甜式的 吃進第一口 你就會了解 為什麼它是夢幻食材 吃進第二口 你會理解 為什麼老闆這麼堅持慢養 因為就是這麼龜毛的態度 才能讓口感如此令人驚嚴 接著吃完米其林等級的料理 我們要去入住一間 超級難定的民宿 這個好漂亮喔 對啊 是不是 這個很像我在澳洲的時候 開那個大型露營車 在放大版 露營車 它是老闆還是公友 我是老闆 老闆嗎 你好 真的 你怎麼自己在 老闆啊 請人請人 你怎麼自己這樣子 老闆你房間 自己玩比較好玩 自己玩啊 對 可是你會修嗎 這個車子這樣出來 都說少少啦 自己自己動手一下 網路版有英文喔 滴滴按讚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大獎 還有最新最好看的 世界大廳 那你現在是在修什麼 因為要做保養嘛 所以說有一個地方 有一點小故障 整個車頭起來 你看現在整個完整的引擎 對 引擎就在裡面 因為這引擎是舊的 它本來 原來車子的引擎就是這一輪 你這個時候看裡面油有沒有 一直還是打在這個裡面是不是 對 因為它酒油不進去 它會堵塞嘛 對不對 它有時候會回回去 會跑回油 對 因為你酒不發動酒 你這 沒事 從小就是露營車迷的曹老闆 他完全沒有任何氣修的專業背景 卻憑著一股熱愛 默默改造著一台朋友 送他的報廢貨車 沒想到 竟然就這樣創造出一台 獨一無二的露營車 沒有 我還沒有要腳 所以 真的 它會發動耶 你要閃開它 然後看它這邊的排檔之處 好 你整個都在轉了 對啊 那個聲音 所以輪子有在轉 有 輪子有在轉 好酷喔 太神奇了 露營車竟然還可以開動 這下子我更好奇 究竟露營車的車廂 會有多少驚奇在等著我們 這 在外面感覺不出來 是有這麼寬闊耶 裡面空氣很大耶 對啊 而且獨立衛浴 它的洗澡跟廁所都是分開的耶 你看這裡是馬桶 然後隔壁是領域間 來… 還有客廳 我的天啊 我轉過來看這邊 整個 是不是寬闊感十足 對 而且它很深 對 也高 也高 有挑高 這根本超符合這次的懶人行程 露營車裡面就跟豪華飯店一樣 設備應有盡有 空間非常寬敞 難怪網路上易防難求 只有建築基礎 卻靠著昔日職場經驗 曹老闆與老婆 一手將這裡的一草一木 一磚一瓦 打造得如此舒服 果然唯有熱愛 才會有滋有味 就像我跟李懿一樣 因為愛著這片土地 所以無論我們多臭 隨性 都可以感受到無比的美麗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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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